中文叫什麼 我不覺得中文叫什麼 這應該是好的吧 日本朋友受不了 然後說超臭 趕快離開這邊 這比激光香蟻雞好吃欸 太高了有點拍不到 好酷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Nik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現在在的位置是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熟悉呢 沒錯現在在的位置就是台北 登登登 對這次呢就是年底呢 帶我的日本朋友呢 來就是台北走走 那台北算是我的地盤嗎 那我這次就會帶他去一些 我自己很久沒去想去 然後或者是蠻適合他去 然後或者是他自己想去的地方 那這次的台北旅行呢 想說也記錄成一支Vlog 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開始今天的影片 出發GO 那就是這次我們都會推炼出 跟你在一起 進去 pagan 你有間高峰嗎 你放到的嗎 今天沒想到沒有 我現在就做到的 然後上去 那其實我們今天早上是從高雄 然後回到台北就是我住的地方 然後想說龍山寺是他想來的地方就帶他來 然後我找了一家我很想吃的店 叫做小王煮瓜吧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應該就是滷肉飯 那我們就趕快先去吃飯 這邊當然要吃滷肉飯 然後日本也沒有滷白菜 還有一個滷白菜 然後在高雄的時候 地瓜葉竟然賣完了 所以要補吃一下地瓜葉 然後油、豆腐的話也是先一份好的 然後自己很想吃鴨蛋 吃個鴨蛋 然後一個湯一起喝 五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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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點這樣吧 剛剛在那邊看半天 原來他有照片 而且還有日文 所以其實觀光客應該也是不少啦 甚至連韓文都有 超久沒有吃滷肉飯了 超開心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兩個點一樣的 為什麼我日本朋友他的料超多 我覺得只有這麼少 只有他的一半也是怎樣 但我覺得這家店應該是人性零店 我感覺店裡是有點太混亂 但是價位還可以接受 我覺得算便宜啦 哇真的超好吃的 超喜歡吃鴨蛋的 鴨蛋比雞蛋香超多 而且日本都沒有在賣鴨蛋 嗯 雖然好吃的午餐 雖然已經兩三點了還是好多人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到了龍山寺 那這個也是他很想來的地方 因為他說他最近不太順利 所以要來拜一下 然後我們現在要再拍照 他說他有事情想要問神明 所以我就帶他來寡筊 寡筊 寡筊的中文叫什麼 看一下 這應該是好的吧 一陣一反 神明說OK耶 但是他沒有告訴我他要問什麼 真的好久沒有來龍山寺了 之前每次來都是在外面夜市吃東西 那這邊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在我眼前的這個龍柱 大部分寺廟都是用石頭做的 但是龍山寺呢 他是用金屬的銅製的 算是蠻特別的 然後更特別的是呢 太久沒來 沒想到現在都沒有在插箱 都是敢用雙手和石的方式 沒想到現在龍山寺也在賣 御手 人家護身符啦 我覺得包裝還蠻漂亮的 那因為我朋友他是物理治療師 所以他就拜了華陀 來打開一下看一下吧 喔他買了什麼呢 喔這是華陀的護身符耶 還蠻漂亮的可愛可愛的 蠻漂亮的 來到了公館 接下來形成超妙的 就是想要回去我的母校 就是台灣大學走走 然後在去之前呢 想說來公館商圈 然後想買個手藥杯 然後查一下 這好像是我的 GoogleMate上評價還不錯 雖然我不知道評價準不準啦 總之就先來買買看這家手搖杯 哇 現在手搖杯也是不便宜啦 不過我覺得台大這邊好像有為了學生著想 我覺得價位還算比較可以接受 那他們家招牌他說是 午夜蘭鮮乳茶拿鐵 哇 這名字真的超長的 然後日本朋友超愛就是桂花桂圓系列 所以就幫他點了一個桂花蜜 覺得茶是好喝的 但是我覺得珍珠對來說還好 沒有到我心中的標準 我說了恭喜 這邊有一家臭豆腐店 日本朋友送不了 然後說超醜趕快離開這邊 罪惡的珍奶就要配什麼呢 罪惡的炸雞 沒錯我朋友說他想要吃雞排 但我查了學校附近的雞排 我幾乎其實我不太吃雜的 所以我不太懂 但是看到這家評價蠻好的 就來點點看吧 還想點雞排 但是發現他們家的招牌好像是炸雞 而且可以選了很多口味 所以我們就選了一個台式椒鹽的L size 來吃吃看好不好吃 因為日本其實不太有生的大蒜 所以日本有點驚艷到 然後他們加餡給餡做 而且真的很好吃 而且我覺得比激光槍和紅機好吃耶 現在就進來學校裡面了 真的超久沒有來的 突然有一種好像 回到自己是學生時代的感覺 然後現在看大家在騎腳踏車 就覺得好懷念喔 之前就是在這個後面的 夜靈大道啊 騎腳踏車 下雨天啊 單手騎之類的 就覺得 哇也太瘋狂了 那時候怎麼訓練這些技能 哇我發現台大學生真的都很優秀耶 不是會英文 就是會日文 真的都很強 我們剛剛從夜靈大道走過來 就是被一些學生搭上海 那辦活動幹嘛 然後就用一口流暢的英文 就跟我講一大堆 然後我就假裝 我是日本人都聽不懂了 然後就跟他在那邊瞎著講了很久 那在夜靈大道的鏡頭就是 耶圖書館 超懷念的 以前就在這邊自習啊 就準備考試 然後呢地下室有一個學習開放空間 然後以前我在那邊打工了大概三四年 所以這邊真是裝了滿滿的回憶 然後在另外一側的話呢 就是活大 就是學生的餐廳 日文叫食堂啦 來去看一下有什麼改變吧 超級懷念的 但是我記得以前那邊好像是全家便利商店 現在變成萊爾夫 而且我現在覺得座位怎麼這麼少啊 然後這麻辣鍋我也沒看過 手工蛋餅我也不曉得 那這邊的蜘蛛餐就是沒有辮子一樣的 另外這一側的麵包店也是我以前很常買 然後這邊我熟悉的賣單老 以前超常買的 因為我是念機械系 然後在我後面就是機械系的戲管 但是可以看到他只剩一面牆在這邊 就是他後來在我畢業之後就拆掉了 就只剩一面牆 然後後面蓋了新的綜合大樓 工業綜合大樓 超級懷念的 離開台大之後呢 我們就要來吃晚餐 然後他想要吃小籠包 但是我又覺得去找那種專門的名店 好像就是都要排隊要等很久 所以就隨便上網查了一下 看有沒有好吃的小籠包店 然後在古亭捷運站這附近呢 有一家平價蠻好的小籠包店 突然發現就在這邊 他叫做什麼 店小小的然後還好也不用排隊 然後方便的是就是用QR code的人 就可以來點餐啦 他們家招牌是小籠包 然後好像有賣一些燒賣啊 麵池之類的蒸籠料理 感覺蠻豐富的 價位的話呢我覺得算是 比頂帶風便宜一點啦 吃完晚餐呢我們就從古亭站一路散步呢 來到日本人也是畢房的經典人 應該是說很多功課都會來啦 就是中正經驗堂 我真的沒有想到中正經驗堂這麼大 真的太久沒來了 以前就覺得好像沒有很大 這次來有點驚豔到耶 就是配合他晚上有點微點燈 然後後面還看得到月亮有沒有 真的是拍起來還蠻好看的 只不過這台相機可能拍不太起來啊 跟大家講一些超級好笑的事情 因為這邊中正經驗堂 前面有戲劇人跟音樂廳嘛 我剛剛就跟他說你要不要猜猜看 哪一個是哪一個 猜對的話就給你獎品 然後他就跟我說 這一個呢是音樂廳 然後我問他為什麼 他跟我說 他造型看起來好像就是 會讓音樂聽起來比較好聽 就完全猜錯了 這個是戲劇院 所以不好意思啦 沒有獎品可以給他了 歡迎各位早安 有沒有看到我現在在一個看起來非常時尚的地方 這邊是我們這次入住的酒店 那一樣是洲際集團旗下的 它是台北大指的印第格酒店 那可以看到我上面的這個鑽石會員呢 它其實到2023年就到齊了 所以呢在這一年呢住了很多我們家旗下的飯店 然後也拍了很多影片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這次住的飯店 其實風格我還覺得不錯 蠻喜歡的 它就是結合了很多附近當地的元素 像是龍舟啊 然後海洋啊 然後又像那個螺旋的貝殼 就是那種感覺 那我們現在呢要來去吃這家飯店的早餐 跟大家分享一下早餐怎麼樣 我日本朋友一直說很想吃粥 然後到現在都還沒有吃到很好吃的粥 在粥近呢有 但是我們吃太飽所以吃不下 呵呵 希望這家飯店呢有白粥可以吃 那出發去早餐 哇這邊用餐環境真的非常舒服耶 其實說老實話 我覺得比高雄的洲際酒店還要來的寬敞舒適 那就來看一下什麼好吃的吧 我覺得這邊的早餐豐富度 不會輸給洲際酒店耶 這邊有一區專門都是日式小菜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呢 它還有寫產地 像這個的話是日本三重縣的納豆 連這個黃芥末呢 它都有寫說是愛滋餡的 然後這邊就有白飯味噌湯 也有台灣的滷肉 為什麼滷肉會放在日式這區啊 當然也少不了餡點餡做的料理啦 就是有蔬菜還有麵還有蛋料理 然後像是有油麵跟米粉 這個都是在日本很少可以吃到的 那這邊調味料也非常的豐富 那這邊就是一些西式的啊炒蛋火腿 那蛋料理真的蠻豐富的 有荷包蛋 這個就是台灣獨有的茶葉蛋 大家來吃一個 然後除了西式料理之外 也有一些比較台灣的裝飾料理 這個我最想吃的就是有白葉豆腐 雖然白葉豆腐不是很健康啊 但是還有加香醇感覺蠻特別的 然後義大利麵 然後也有海鮮湯跟粥可以品嘗 那這邊的有皮蛋粥肉粥 而且還有很多很台的 配粥的青粥小菜 好開心哦 吃完早餐呢就要開始我們今天觀光行程啦 也就是台北的定番豆上面 101 哇這太高了有點拍不到 太久沒來了真的有長這麼高 我們已經買了可以上去的票 上次來的時候應該是國中高中 然後參加那種登街活動嘛 就是慢慢爬樓梯上去 然後就可以免費上去 那現在就沒那個體力 所以我們直接買票上去吧 最近好像沒什麼中國人來玩 所以感覺比較少觀光客耶 現在人蠻少的 找到找到在這邊 哇我們現在就拿到門票啦 那我們這次有在KKday跟Klook上先預約門票 所以可以省去很多排隊的時間 然後在我的影片下方資訊欄呢 也有KKday跟Klook的專屬優惠嘛 大家要是有出過完要預定行程的話呢 可以多多利用哦 現在還有送這個月曆月曆 感覺還蠻不錯的 可以給日本朋友帶回去做紀念哦 然後在這邊是北邊可以看到大巨蛋 陽明山還有國父紀念館 然後聽說大巨蛋的旁邊呢 就是在蓋台北的九季酒店 非常期待 但是應該已經沒有錢可以去住了 然後更往前的話其實是松山機場 可以看到飛機起降哦 眼前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阻泥器 大概都知道吧 因為畢竟要在地震的地方蓋這麼高的大樓 就是有在看風阻啊地震呢 他幫了不少大忙啊 這邊就是101的吉祥物吧 臉是101 然後身體是剛剛的阻泥器 然後我朋友看到就說 欸這隻蜜蜂是什麼 看起來這很像蜜蜂 那我朋友他其實有巨高症 所以他現在都握在很邊邊的地方 完全不敢走到這邊看 剛剛領門票的時候呢 有拿到一張折架卷 然後101上面也有白水豆花啊 說日本人沒吃過就帶他來吃 那我就覺得101上面賣好貴 剛剛一晚要台幣180耶 太低了 可能是日本的價錢 就來到微風南山要來找我們的午餐 那其實我朋友蠻會吃辣的吧 想要吃麻辣鍋 但是因為太晚定了 就是先爆炒鍋料呢 再加上 就在日本真的是沒吃過 所以呢 我朋友後來就是改變心意 他就給了爆炒的 那我自己超喜歡吃三杯雞 但他們家叫六杯雞耶 好特別喔 然後另外的話 也是有比較像日式的碩蒜鍋 那比較特別台灣的湯底啊 我剛剛有問日本朋友要不要 他說他實在有點害怕嘗試 所以就算了 哇這邊的野菜呢 蔬菜青菜也是自助吧 也可以吃到飽無 除了飲料吧之外呢 這邊也有白飯可以自己取 那我剛剛看他有另外一些單點的 像是香腸飯啊之類的東西 然後這邊醬料也都在這邊 非常齊全 哇沙茶耶 但是其實日本好像不太愛吃沙茶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去日本人坐在去的地方 要從這邊搭公車 那其實我本來有約KKday的車子 所以我們就直接從新一區搭捷運 南南中校復興 因為我們今天要來去日本人坐在去的地方 就是九份啊 要從這邊搭公車 那其實我本來有約KKday的車子 結果我超蠢的就搞錯時間了 一直以為約今天 結果我其實約成昨天 然後對方打電話來說 你人在哪裡 所以後來就沒有搭上車 所以就知道從那邊搭公車去 九份 我們現在就在排隊等公車 那我真的太久沒有來 大概是十年前吧 然後我發現他的公車站的位置好像換了 所以找了一下 然後我們剛剛買這家的飲料 我覺得滿好喝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 他包裝還滿可愛的 就是有北極熊 然後我點的是茉莉綠茶 好喝好喝 推 今天平日人就這麼多 真的是週末還得了 我們還特別挑了禮拜三來 那沒辦法 九份就是海外遊客太知名了 日本人韓國人啊 還有我來自東南亞旅客 全部都擠在這邊 來到九份要做第一件事情 就是吃芋圓 這家應該是我以前很常來的店吧 日本朋友來台灣之後 就非常愛上這個桂圓 所以就特別點了 冬季限定才有的 芋圓 桂圓湯 要很多欸 上65 我覺得以觀光地來說還行啦 而且好像有三種 在日本通常就只有地瓜而已 大家看我正前方就是最有名的這條拍照最美的路 超級多人的 平日都這麼多人了 這週末來會是什麼樣子啊 也太可怕了吧 太久沒有來九份了 我覺得比我十年前來的時候還要更多人欸 而且店家好像比之前有更多的感覺 太久沒有來九份了 我覺得比我十年前來的時候還要更多人欸 而且店家好像比之前有更多的感覺 而且店家好像比之前有更多的感覺 我現在就搭了巴士呢 回到台北市區啦 然後發現我們搭了巴士呢 會經過松山站 然後想說呢 這次帶日本人來台灣玩 然後都沒有去觀光夜市 什麼叫觀光夜市呢 就是空光客專屬的夜市 其實我本來想帶他去比較local 但是後來發現呢 我們在高雄去的夜市 他會覺得好像有點太髒亂 就不太敢吃 所以想說呢 還是來一個比較觀光客的新村 就是來到 饒河夜市 明明就平日來 就看起來每天好像都超級多人 然後來到饒河夜市呢 我自己這樣吃應該只有胡椒餅吧 哇 熱熱 中間不太好 熱過了 嘿嘿 然後剛本來想吃另外一家大排長龍 然後老闆就很兇 所以就算了 我們改吃別家 這家感覺生意也不錯 多口味了 然後不知道點什麼 就點了招牌椒鹽 然後小辣 因為我日本朋友真的超愛吃辣的 還有杏鮑菇 金針菇 還有香菇 嗯 美味 然後日本朋友超想吃雞排的 找了一家就是 品牌還不錯 叫蒙甲雞排 現在就讓他來選 然後我有給他一張悠悠卡 他可以自己在這邊結帳 挑戰一下 完全不會說中文的日本人 要 選擇也好 這個可以吃 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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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可愛的 這個辣椒的方法 比較好吃 辛辣椒 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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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現在雞排也太貴了吧 現在一片要 台幣99 看 你看 指很辣 你好 嗯 超好吃的 好日本朋友呢 一直念念不忘 一直炒著要吃麵線 所以我就查到一家 評價還不錯的麵線 但是他又不吃蚵仔 就一直很想吃麵線 不過這家看起來是可以 只選大腸而已 就點來吃吃看 還有賣青麵線 因為我朋友他說他也不想吃大腸也不想吃蚵仔 所以還好有青麵線可以點 然後想說兩個人吃一份實在太臭了 所以又點了台式的甜不辣 這個比較日本沒有 就只有這個豬鞋 我們在高雄其實有吃鴨鞋 他說他敢吃 我覺得算是蠻難得 因為大陸上日本都不太敢吃 超好吃的 喜歡嗎 超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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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哈囉大家早安 今天是我們在台灣的最後一天 我朋友他下午就要搭飛機回日本了 那我們這次是入住台北大直的印第格 那附近就有大家熟知的梅里華 因為想說下午就要搭飛機 所以能去的地方不多 我們就是在附近散步 地圖查了一下就發現有一個 滿古色古像的古寺廟 就叫做劍潭古寺 那不過他比較小一點點 上面好像可以繞一圈散步 但是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 再加上呢 還有一個非常想帶大家去吃的東西 就是台灣的早餐 雖然飯店早餐很好吃耶 但是有時候還是想吃一些 就是非常當地感覺的東西 特別是我自己也很愛吃蛋餅跟蘿蔔糕 然後剛好發現這附近一家 沒錯有一家評價不錯 然後很有質感的早餐店 去吃吃看 在我右手邊就是建南路站 然後出來有一家就是想要吃的早餐店 它的蛋餅跟蘿蔔糕看起來很好吃 它叫做慢慢早 哇 剛剛那家早餐店的蛋餅真的是滿好吃的 但是我覺得它就像它的店名一樣 叫做慢慢早 動作非常慢 但是我覺得它煎的烤得非常認真 所以東西也是很好吃 那我們因為時間有點來不及 所以我必須呢 就邊走邊跟大家在這邊要說再見啦 那就是很開心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這次在台灣的行程 然後日本朋友也玩得非常開心 只不過還是有一些它不太能理解 像是為什麼就是大家會在路上抽煙啊 然後為什麼大家垃圾亂丟啊這些的 那不過我覺得這些都是小事 我覺得台灣最重要的還是人情味 然後我覺得東西真的是很好吃 而且重點是價位也滿合理 不過說真的就是感覺沒有什麼服務的感覺啦 就是可能是在日本待久 我就會覺得說欸怎麼好像應該要這樣子 有這個價錢應該有這樣的服務 但是都沒有 然後可能也是加上日本本來就有淨雨嘛 就可能會對客人比較尊重一點 那台灣的話大家就比較像朋友的感覺 這樣子我們今天影片也要三分做尾聲啦 喜歡影片的話記得幫我按讚分享留言 告訴我你的感想 也記得訂閱我的頻道跟Follow我的IG 才不會錯過我在日本的生活 還有旅行的點點VD喔 那我是Nik 下期影片見掰掰 掰掰